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签证状态等等这些的注意事项 另外我们还有专门的视频讲过 NIW申请提交和批准后换工作的情况 这个一般也适用于EB1A 因为都是自主的申请 那么我们在这里主要讲一下 Perm类别雇主支持的旅卡申请 以及EB1B同样需要雇主支持 这样的职业移民的情况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观众听众 给我们提出建议 说希望了解更多 或者说建议我们给其他的申请人 提供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另外顺便讲一下 我们有的申请人说 有很多视频怎样找到 他需要的关注的内容 首先你可以用关键词来搜索 另外我们也有专门的目录 可以很容易的搜索找到 如果还是找不到 当然也可以联系我们 首先我们知道 在140批准以前 或者是在提交以前 换工作 往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对于Perm或者EB1B类别的 在140批准以后 如果你在换工作 也要重新开始 来办Perm申请 或者140的申请 但是重要的一点 是可以保住优先日期 Priority Date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有排期 是吧 你能够用较早的优先日期 等排期的时间就比较短 对于Perm或者EB1B类别的职业移民 像这样 如果在排期到了以后 提交IS-485 那么换工作 考虑到目前 IS-485申请提交以后 有一些申请人 需要等较长时间 才能批准 不管是主动 还是被动的换工作 比如说 公司有的时候有合并 然后当然也有解散的情况 甚至一些 比如有的小的学校 有的时候也有停职招生 解散的情况 这种被动的换工作 或者有的人 因为有别的机会 主动的换工作 这个是有的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 像这种情况 在提交485以后 如果不到180天 就换工作 那么原则上 需要和此前说到的情况 就是没有交485的情况 一样 要从头来办 Perm或者140 但是有时候也有变通情况 我们有的客户就遇到过 因为公司有一些特殊原因 暂时停止运作了 所以虽然交485还不到180天 但是过后 经过了绿卡面谈 还是顺利的拿到了绿卡 在提交485以后 如果过了180天 再换工作 有什么要求呢 如果你已经拿到绿卡 一般当然没有问题了 从诚信角度 告诉移民局 就说这个申请是 诚实的可靠的 这个角度来说 一般拿到绿卡以后 第二天就换工作 这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一般我们建议 至少说在同一个地方 再工作若干的时间 比较稳妥 那么在绿卡批准以前 但是485已经交了180天 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换工作 但是要求新的工作 叫Same or Similar Job 这一点现在比以前更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一个 I-485的J表 你换了工作以后 需要提交新的J表 或者你在绿卡面谈的时候 也可能被要求 交验新的I-485 Supplemental J表 那么J表上就会写到 你新的雇主是哪一个 你新的工作是哪一种 Job Duty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什么样的叫Same or Similar Job 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工作 移民局是怎么样来考虑 怎么来判断的呢 首先呢 是SOC Code 是劳工部提供的一种 编号的分类方法 各种工作呢 都有一个对应的编号 在申请H1B工作签证的时候 要用到 在申请绿卡 这个Perm的时候 要用到 在140的时候呢 也要用到 那么移民局呢 会看你这个新工作和旧工作相比 这个SOC Code呢 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或者呢 是不同 但是接近 在同一个大类里面的 移民局会看这方面的信息 包括呢 你此前填写的 ETA9089表 然后呢 以及I140485表上填写的SOC Code 来比较 这个Code呢 不是everything 当然是重要的 可以类比成 比如申请入学的时候的 托付GIE考试成绩啊 GPA啊等等 还是比较重要 还有什么呢 移民局会看Job Duties 你的旧工作和新工作相比 工作的职责都是什么 当然了 还有这个工作的名称 职称 但是我都叫计算机程序员 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问题呢 也不一定 你要看具体的职责 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职位名称 还有呢 那当然要比较这个新旧的职位呢 所需要的技能 Skill set 经验 Experience 教育程度 Education 培训 是吧 Training 还有执照 证书 License Certificate 移民局会看这些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工资啊 是吧 前后的工资呢 一般来说不能相差太远 而提升是可以 另外呢 还有申请人主动可以提交的其他证据 我说啊 这个新工作和旧工作很相似啊 需要提供相应的对应的证据 以上呢 是在换工作的时候 移民局会考虑这些因素 来判断啊 这个新的工作和旧的是否叫 Same or Similar job 如果是我在本公司 本单位内部 我调换了一个职位 或者升职 那么移民局会怎么考虑呢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现在有排期嘛 从我申请开始准备提交 过后到S85交了 到拿到立卡 可能好几年过去了 那么工作职位 责任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度 如果你仅仅是换了一个job title senior title 那么资深的这个工作 职责不变 当然没有关系 如果调去其他岗位 其他职位呢 那么也许有了其他职称 但这个职责呢 可能和原来还有overlife 那么要看呢 到底有多少相同的 这个case by case 要看具体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个常见情况是什么呢 是一开始呢 比如说做技术工作 绿卡申请办了几年以后呢 可能开始更多呢 有一个管理的职责 这个呢 对于程序员类别 在中国可能更常见 但在美国也是有的 是吧 你可能有一个资深的supervisory position 是一个管理职位 主管职位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可以的 因为呢 如果你还做一些 原来的技术工作 尤其是一点呢 如果你新的这个管理工作嘛 可能要管理其他人 包括呢 管理原来职位 这下面的 还在做这个职位的人啊 像这样的就是可以 那么这一般呢 会通过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西游记 杭僧原来只有一个徒弟 孙悟空 只要叫徒弟 那后来又有了猪八戒 沙僧 是吧 那然后呢 就是要叫徒弟的 这些都是的 所以呢 要叫悟空八戒 是吧 那孙悟空呢 后来叫大师兄 原来只有他一个徒弟的时候 当然无所谓 大师兄的职位 后来改成八戒条 后来改成沙僧条 那孙悟空呢 这个职责呢 还有更多 比如说要帮助管理 八戒沙僧 但是呢 像这样呢 那孙悟空当然仍然是唐僧的徒弟 可能还要做原来的工作 像这样呢 是可以的 你有一些管理工作 也有一些原来做的技术啊 或者其他的这方面的职责 那么以上呢 是移民局的规定 是在人为 是吧 这个个人呢 也可以积极的收集和准备证据 尤其是 如果你已经在换工作 已经换了工作 或者预期将来 会有这方面的情况的话 那么呢 你有可能会在面谈的时候 被问到 或者呢 在提交 I485这表 需要相应准备 或者呢 你的485可能会受到IFE 问你这个工作变动的情况 那么 我们以上呢 讲到了移民局会怎样判断 换的这个工作 是不是same or similar job 你可以相应的 收集对你有利的证据 用来陈述 提交 求绿卡顺利批准 好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职业移民提交 I485以后 换工作的 注意事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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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